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本身他就有这种突然性 然后再加上盘地 对门将来说更难去处理 而且他离得远 真是这个 互不及防之间 这球就飞过来了 越飞越往门口掉 而且他射门的一瞬间 已经有防射绝缘 你看 宋志伟逼到腿前头了 这是从宋志伟胯下钻出来的 然后我觉得这种球 其实对门将来说确实很难 因为他的难度就是在于 这个球他突然之间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是 你哪知道这球从哪来的呀 对 而且也不能说宋志伟的防守不到 只能说西里诺这个球 确实撤的质量太高了 你没法更加到了 你都快骑着腿上了 我马上武汉卓尔这边有进攻的机会 我们看看在边上转个身 直接把那会儿藏在了身后 里诺提球有点像莫雷诺 也是瘦高瘦高的腿俱长 他这个节奏跟普通的 这些一般的身材的球员还不太一样 比赛已经接近40分钟的时间了 1比0的比分 已经当代感觉这场比赛 他的整体状态确实要好于武汉卓尔 当然也是跟人员也有一定的关系 40分钟的时间了 苏宁依购这检10%省钱计划 好货低价天天有 有些欧外围险些是被20个拿到 随后 上来 我估计他的身体状态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是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 下半场比赛回复来进行 这时候必须为您带来的2020赛季 中超联赛第12轮苏州赛区 曾经当代于武汉卓尔 让你想不到 脚下技术非常的扎实 对 然后脑子好用 对 就是看他在场上踢球是那种 非常清楚的 对吧 他一处理球就是柳暗花明 又一村 这时候发出来之后下一步的发展 这就埃弗拉的一个断抢 没能传好 陈杰把球直接拦截下来 可以选择回敲 来看一看这次 唯一的威胁 是吧 对呀 刘云的表现还是非常好的 那下半场比FR还有威胁呢 意思是不是 稍微歇一些 比赛已经进行了81分钟的时间 点击屏幕右侧 中超最佳评选活动 参与投票 本轮中超C位球员 用于决定 谁又拿张黄牌 动球来着 拿球的这个还是黄西洋 拿球 这次选择突破 刘亦 锡 锡的谁 左边后备位置上的一个调整 张康铭 张康铭今天也没怎么看见过 还是和别的 重进登场 王西洋被换一下 王西洋这场比赛也是非常拼 拼到抽筋 这个球确实已经手打脸了 愿意不愿意规划过来会管用 比赛气质还是非常 认真 你看 对 就他着急 这要大牌 要吃牌了 认为他拖延比赛时间 刚准备发 然后呢 裁判上来给一张牌 他这也是节奏拿捏的 对 这个投球摆下来 直接一个倒钩的破坏 全场的接外球 杭梦菲这边其实我觉得已经有点 技能透支 这一段时间 来看看这次的角球 阿布里安把球投球解围出去 最终这场比赛我们看 重庆的球员在 全场比赛哨声结束的那一瞬间 双手 振臂啊 高呼这场胜利 而且同时我们看有球员直接是 瘫在了场上 对